今晚播的是大胃王節目 阿伯現在人在日本的C11店前面 然後現在有一個特別的企劃 就是我還有羅卡還有Dia Dada 跟EIL的頻道 有一個特別企劃就是用一千塊 然後找出C11自己最愛吃的零食 然後等一下會推薦給大家 OK那事不宜遲我們就出發啦 剛去便利店回來了 買了幾件商品 是阿伯分享的 有一些是自己想嘗鮮 有一些是有吃過的 來看看阿伯先買的手吧 這個 這個是 Seven的蛋糕 然後這個蛋糕只是為了 想吃一下日本的蛋糕 是不是比較濕潤一點 因為之前吃台灣的好像都還好 就是沒有那麼濕 第一個是這家蛋糕 然後這一種 這一個 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賣 它有點像是那種水果 然後這個是桃子 它比較算冰果啦 冰凍的水果嘛 然後我覺得這個其實好像 還算蠻方便 如果你是在那個外食族的話 外食族要補充水果 這應該蠻方便 台灣老實說我不知道有沒有 因為台灣去看好像沒有特別看到 第二個 然後第三個 第三個是自己想吃的點心 這個 然後這一個的 日文它是 Cream 生巧克力 之類的吧 應該像派之類的東西吧 然後第五個呢 就是 飲料啦 這個是 日本的 拿鐵咖啡 因為像台灣可能都是 星巴克比較多 但在日本的話 我不確定是不是星巴克 它這邊有那個 韓滷量 這邊沒有錶 在那個 它櫃檯會有錶 然後旁邊有附一個 吸管 然後這才是第五個 不好意思 這個是泡麵 這一個是 濃厚的味噌拉麵 等一下應該會泡來吃一下 最後一個 這個是今天有吃過 所以我覺得蠻好吃 我就再去買一隻 這個是芒果冰棒 可能是受到台灣的關係吧 日本這邊開始 芒果風也很熱 然後這個是有使用 30%果實 然後其實30%已經很濃厚了 超濃厚 然後等一下會吃吃看 我不知道這個台灣有沒有賣 阿貝也會 台灣的時候會再去找找看 OK 那等一下就來試吃囉 GoGo 然後 先來吃這個 冰棒 這真的很好吃 雖然只有30%而已 但是我覺得很猛 這隻多少錢 我有點忘記 確定是1000塊日幣買到 好像 日幣100多塊200 有一點融化 先來吃 這蠻好吃的 好濃 吃起來不像30% 它很好吃 我老婆 看到這段應該不會生氣吧 它真的蠻濃的 而且它那個 這邊的冰融化起來 不會像那種 台灣的冰是水分的感覺 所以它濃度確實是有很高的 大家應該有看到嗎 好 好 等一下吃完了 我們再來試一下一下 我先吃吧 好 接下來 喝咖啡了 咖啡還蠻愛喝咖啡的 那這個是拿鐵 這邊日文是什麼 咖啡拿鐵 咖啡是用拼的亂拼出來 因為它是生乳量有50%以上 然後它有咖啡跟砂糖 所以應該算蠻甜的吧 這樣吃看看就知道 先搖晃一下 日文的咖啡喝起來 會不會特別好喝 人家說人在國外 吃什麼東西都好吃 不知道真假 蠻不錯喝的 咖啡的苦味 是我想要的味道 對 然後不會太酸 可能是拿鐵的關係 因為在台灣 如果喝某些咖啡 其實是會蠻酸的 阿伯不喜歡喝酸的咖啡 像某些知名品牌的咖啡 就會稍微酸一點 那如果真的很喜歡喝咖啡的話 咖啡會建議 在台灣就是自己磨 然後自己挑豆子 然後可能是混腫條 會比較好 所以別有一般品牌 好 下一道 然後這一個是 目前比較想吃 這有點像是水果果肉 不過它還是有一些化學原料 就是大家吃的話 自己看一下說 這個是不是你可以接受的 對 不過還蠻方便的 來吃一下 它說 果汁果肉有65% 所以我不確定這到底是什麼 等一下看一下就知道了 到底是冰還是那個 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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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把它吃完 今晚播的是大胃王節目 喔 是冰 我以為是水果 就裡面是冰 味道還蠻濃的 就是 是 桃子的味道 應該像 比較像水蜜桃 還蠻好吃的 拿一顆給大家看一下 原型的冰 蠻好入口的 其實現在就是冰 人氣開得很強 開始吃冰 老實說還蠻有點難 不過蠻好吃的 因為我剛剛那邊一定有看到其他 類似的口味 然後下次來會去買其他口味來試試看 到時候再跟大家講一下報警 對 也要下次有來日本的時候 好 現在要來泡泡麵 雜晃 濃厚 味噌 吃看看 阿伯來日本很喜歡吃泡麵 目前最喜歡吃的是那個什麼 那個 綠色包裝的 我有點忘記 那個名字叫什麼 然後他的那個 代言者是那個 新野原 我一直想不起來 然後他的那個主菜是一個 豆皮泡麵 對 如果知道這個餐品 我跟阿伯講一下 我失憶症又犯 然後為什麼喜歡吃日本泡麵 日本泡麵其實它有幾種 它是那種 醬料會幫你倒好 就倒在那個裡面 那有些是 還是會有這種包裝 那有時候吃的時候 像那種粉狀幫你倒好 我是覺得還蠻方便的 非常適合我這種爛 對 然後看一下 裡面的配料包 這應該是肉塊 他有殼是什麼 不知道 然後這個 粉末舒服 這應該是 湯吧 等一下再加 然後這邊 這也是湯汁醬料包 他說 這個包裝先放在那個 呃 泡麵碗上面 溫熱一下 然後再把它放進去 好 那我們就來開始泡吧 我吃不下 你們 你們要吃好不好吃 我們沒有要吃 我們也吃不下 你不要放這裡啊 你不要放這裡啊 你不要放這裡就打算逃跑了 我已經吃很跑了 剛剛隔壁捧著跑來說 他吃不下 要我們幫忙吃 怎麼辦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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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開始吃了 好 你一定要回來 啊 這不能開 可是我用錯了 對不起 忘了 這要放到上面浴了 我先把它去跑一下 三分鐘應該到了 為什麼泡麵 要等三分鐘 來 等知識科普 泡麵等三分鐘 這個名字是誰發明 好像是日本人發明 為什麼要等三分鐘 其實是騙人 因為他們是說 人比較喜歡 等三分鐘這種等待感 會焦慮 就會 其實還不到三分鐘 大家就已經想 我好像也還沒等三分鐘 不管 泡麵就是要趁熱吃 就是這種感覺 馬上把泡麵打開 所以蒸泡麵 然後其實日本有一些泡麵 那個麵條啊 它會做的很像 真實的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麵條 這跟台灣的泡麵 差在哪裡 唉唷 起誤了 起誤了 成像 有沒有覺得這個泡麵 麵條 好像實際上的麵條 日本的泡麵 確實就是這樣 有一些麵條 還稍微再誇張一點 等一下來吃一下看看 裡面還有水吃耶 長的 沒有熟 太快想吃泡麵 沒有熟 找到 好那這次我們在便利商店挑選了 100元日幣內的推薦產品 其實還有兩樣沒有吃到 旅館隔天放在冰箱 東西都忘記帶著都忘了 然後也沒有試吃到 這邊就比較不好意思 其實是還蠻想試吃一下 日本便利商店的那種麵包 跟蛋糕吃起來會是什麼樣子的 然後這邊就沒辦法了 那以這次試吃新的感想阿 阿伯吃了大概是覺得冰棒吧 那個芒果冰棒 跟水蜜桃冰 怎麼好像都是冰 大概這兩個印象最深刻了吧 然後因為那個水蜜桃冰阿 它其實還有葡萄口味 阿伯應該下次去日本的時候會再買來吃一下 芒果真的不錯吃 超好吃的 雖然含量只有30% 但是我還是吃得很開心 那之前吃的那個味噌泡麵 好像 可能泡不到三分鐘阿伯就忍不住先拿來吃了 對啦還有喝一杯咖啡 那日本的那個拿鐵咖啡 我真的覺得算不錯喝吧 它好像也比較有點像 接近被納送的感覺 應該是吧 這些零食有沒有覺得是比較好吃的呢 雖然說大家不一定有吃過 但是我真的覺得冰棒應該是 我心中的第一名了 如果想要看其他人的 100塊便利商店的零食的話 也可以在其他人的頻道看到 連結的部分我會放在資訊欄 大家可以順便去看羅卡的 伊阿遊的跟迪阿達達的 千元日幣零食 OK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告一段落了 謝謝大家收看 我是阿伯 那喜歡阿伯的觀眾們 記得幫阿伯點擊 右下角訂閱的按鈕 開啟小鈴鐺 接受通知 這樣影片一發布的時候 你馬上就可以 有可能會收到通知喔 每個禮拜三跟每個禮拜六 晚上六點準時發布新影片 那今天就到這邊告一段落了 我們就到這邊 掰掰啦